這部影片要講的就是我們 好天氣了 然後我們有去試騎他的 這台車的整個騎乘感受 然後順便我們有去測他的加速度這樣子 然後我們騎起來發現這台車騎起來真的 引擎動力其實騎起來很舒服啦 就是很順暢 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就是很慢 整台車的動態表現我覺得很糟 很爛 我們一開始騎的時候覺得這台車很跳 然後整台車都在抖 騎坑洞的時候啊 然後幹嘛等等之類的 整台車一直跳一直跳跳不停 騎起來很像狗狗樓 整台車都在跳 後來我們去量了一下胎壓 發現胎壓打得有點高 他前面是打35後面打38 我不知道他是以狗狗樓為榜樣還是怎麼樣 胎壓打得超高的 然後我們就降了胎壓 我們那時候想說可能是胎壓的問題 導致他車子這麼跳 然後我們就把胎壓放掉 我們都放到前後30 放了之後呢 有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很跳 整個手一直抖 抖不停 那個龍頭 你如果騎稍微快一點 然後去壓到坑洞 那個龍頭整個抓不住 我覺得很危險 我們後來就是去看他的 那個避震器下乘量嘛 我們看了之後才發現 哇 是避震器的問題 避震器超級硬 硬的跟鐵條沒有兩樣 後避震呢 很硬 可是我覺得 還沒有到說非常不舒服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是很硬的 前叉的部分超級硬 硬到不行 我們前叉這邊啊 有梳一個束帶 然後我們等一下 坐上去 看一下他的下乘量 是多少這樣子 可是這邊跟各位講啊 這種束帶不要長時間束在這裡 但是我們是 為了拍片 要讓大家 清楚看得到他的下乘量 所以我們就是 束了一個束帶 可是這個束帶啊 你束著一直起的話 他會刮傷內管 到時候這個就漏油 所以不要這樣束著起 然後我坐上去給各位看 看他的下乘量 好 各位看他的下乘量 超超級少 這個已經是 我覺得應該是比改裝避震器還硬 這個下乘量超級低 我們大概量一下 他下乘多少 這沒有很準啊 我們兩個大約啦 他大概才下乘1.5而已 他前叉大概才下乘1.5而已 但是就我們的了解 跟我們調整的方式 前叉基本上可以到2.5 軟一點可以到3 3公分 如果你想要硬一點的話 是2.5 可是他下乘只有1.5 超級硬 我剛坐下去 因為通常我們坐下去 都會有感覺 前後車身會往下降 可是我坐下去之後 我發現 我的體感啊 他是沒有往下降的 我感覺他就是這樣子而已 根本就沒有動 然後他實際上有下乘是沒錯 可是他只有下乘1.5公分 我在起的時候啊 他前面一直 摳摳摳摳摳 有那個 殼的聲音 殼的敲擊聲 我不知道是這個龍頭 還是 吐槽的聲音 因為像GOGORO 避震器如果太硬啊 蹬到坑洞會 摳一聲 通常都是吐槽的聲音 我在猜想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吐槽的聲音 因為他吐槽很長嘛 所以他這個其實 你看他很軟 所以我在想說他是不是瞬間衝擊的時候 吐槽瞬間變形的時候會有個聲音 因為GOGORO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猜他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我們還沒實際去抓問題 我們到時候可能會 把吐槽拆掉騎看看 看是哪裡有聲音 如果吐槽拆掉還有聲音的話 那可能是其他不會 然後我有去問同行啦 他們說 他們有發現說 可能是這個方向燈的聲音 過坑洞的時候啊 方向燈 密合度不好導致的聲音 可是我 換我的方向燈其實蠻緊的啦 所以 這個可能要再確認看看 因為我覺得吐槽是比較有機會的 因為這個其實 感覺不出他會有聲音 但是他騎起來 確實會扣扣扣扣 一直扣一直扣扣不停 前後避震器都很爛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們 簽近戰六代的話 前後避震器最好改一下 後避震可能可以先不用啦 但我覺得前叉可能要先處理 不然我覺得你真的騎起來很不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輪胎的部分 他是前面120後面130 我覺得這個輪胎可能一部分 然後避震器可能也一部分 因為避震器太硬的話 他沒有下沉的時候 其實對你的過彎會有影響 他就會撐在那下不去 所以很多人避震器越調越硬 會覺得過彎很難過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避震器沒有適當的下沉量 你的過彎會過不了 對 那我覺得這台 這台車有一樣的情形 就是 我在過彎的時候 我傾倒的時候 他傾倒到一半的時候 就卡住了 下不去 他會卡在那 然後變成說 你可能要用身體的力氣 稍微再往下帶 他才會再往下去 對 他沒有辦法像 比如說像B-Wiz 或是之前的近戰 很順的就躺下去 他完全躺不下去 他就躺到一半的時候 就卡住了 我們到時候 會把輪胎先換掉 看會不會改善 如果輪胎換掉有稍微改善的話 那輪胎也是影響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我覺得避震器應該也是有影響 因為他無法下沉 他下沉不了 會變成說你的過彎會有問題 如果以原廠車來講 他過彎的順暢性很差 我覺得整個體感 除了引擎很順暢以外 其他都很差 如果你們買了這台車的話 建議避震器弄一弄 那自動的部分 煞車的部分 因為他有UBS 所以其實 如果你單純是煞左邊的話 煞左邊等於前後一起煞 所以煞左邊的話 基本上自動力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等於是前後一起煞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單純煞前煞 有點煞不太下來 如果對自動力稍微有點要求的人 可能可以換好一點的煞車皮 換個碟盤之類的 改卡前我覺得倒不一定 因為我覺得以他的速度 沒有改卡前也煞得下來 只是說以現在他的來令片跟 碟盤的狀態下 如果說突然有三寶衝出來 可能會煞不太住 所以不一定要改卡前 先跟各位講 然後我們有發現一點就是 我們上一部影片有人留言說 他端子是塑膠的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 他真的端子是塑膠的 他這一個是塑膠的 我覺得這也很扯 10萬塊的車 這個塑膠的 應該不對吧 這應該是TR的吧 而且塑膠也沒有任何平衡端子的功能 因為平衡端子就是要重 才能夠抵消他的震動 然後再來就是他冷車的時候 怠速我覺得有點不穩 就是你冷車剛發動的時候 他有點好像快熄火 快熄火的感覺 可是熱了車就好一點了 像我的Beavis氣冷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是他冷車發起來 確實是有一點那種快熄火的感覺 避震器變很短 300 原廠好像說310 鎖在排骨的很上面 所以他避震器變得很短一隻 我覺得這個可能對舒適性 可能有點影響 因為他畢竟形成縮小了 可是後避震沒有到很不舒服 前叉真的很誇張 然後我們有順便去做了一個 加速度的測試 我們會把 那個圖片放在上面給各位看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他加速度的時候 我們整個加速度的測試 我們跟我們之前 Beavis全原廠的數值來比 他其實是比較慢一點的 對他其實是比較慢的 然後我後來有稍微看一下這個數值 後來發現說他的起步 這台近戰的起步很慢 起步非常慢 然後到45-60左右 那個推力才開始出來 應該是他VVA打開的時候 所以他的力道有稍微推出來一點 可是因為我們以整段加速率來講的話 他可能前面慢掉了 後面可能也補不回來 所以整段看起來是慢的 雖然說他有10匹 因為有人去拉馬力 輪散馬力是10匹 引擎馬力是12匹 那我們以輪散馬力來講就好 因為我們騎的是輪馬力 不會是引擎馬力 輪馬力是10匹 可是騎起來卻 比之前空冷的 Beavis或是近戰還來的慢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VVA的關係 他一開始的時候 VVA沒有打開 所以他起步很慢 很緩慢 所以大家看一下數值就看得出來 說他起步其實比氣冷的還慢 大家看最後一個數值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最後的秒差 應該是這樣講好了 他70到80的時候 的那個加速度 70到80是中間的加速度 是比Beavis快的 是比上一代的引擎還要快的 他的動力的出力 可能是在VVA打開之後 慢慢吹出來 慢慢補過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最後面他們兩個 零到 就是騎到80的時候 他們其實有差了0.14秒 雖然說這台近戰 整體的加速度是慢了一點 可是他的加速長度是比較短的 表示說他其實後來有居上 可是他秒數已經慢了 所以他整體的加速長度有比較短 所以這個可能到時候配傳動的話 可能轉速要讓他拉快一點 讓他VVA早一點開起來 甚至或者說我們起步 就讓他VVA打開 那這樣子可能加速度才會漂亮 只是說可能比較耗油 因為他VVA可能有省油的意識在 車子想要加速度快一點的人 可能傳動是必須要用一下 至少讓他轉速拉快一點 不要VVA沒有開啟的這段時間太長 導致你可能整段加速度都很慢 發現他0到40、50 這中間其實很慢 甚至我0到50 中間火油在開車子不會動 時速50 大概5、6千轉的時候 車子會有個推力出來 那時候車子才變快 可是其實你5、60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快到紅綠燈 以雙北來講紅綠燈多 所以你可能VVA還沒打開 他就紅燈了 所以等於是說也許你在四驅騎的話 會沒辦法體驗到他VVA打開 甚至他整個後段的加速 因為我看他的扭力跟馬力曲線圖 幾乎都在後段才出來 所以變成說你四驅騎乘可能很省油 但是動力很差 如果想要讓他快一點的人 可能傳動必須要弄一下 那如果想要再更好 可能排氣管跟電腦是要一起處理的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他如果動力稍微掉一下的話 應該會跑的會比氣冷的這顆引擎還要好一點 我們以全原廠都不改來講的話 他的動力表現確實是比較差 大致上是這樣啦 這台車整個騎乘之後的感受 加速度在這邊分享給各位 那所以其實這台車 如果你已經買了的話 基本上可能是要花一點錢去處理他 可能必須準備個四五萬吧 去處理他的懸吊 甚至傳動需要雕一下這樣子 基本上這樣子應該就蠻好騎的 那之後做了哪些改裝 一樣會在拍影片跟各位講 然後我們如果有動到動力的部分 我們一樣會去測數據 給各位看說差別在哪裡 然後差異性大不大 然後有沒有改善起步比較笨的狀態 這樣子OK 掰掰 我們又開始進行的